那要如何帮助宗教信徒 大家回头 大家发心 为这种事情做祈祷 教廷通知全球的教育 我们在讲经通知我们金中学会 会友们 朋友们 这些年来我们提倡的三十七年佛寺 是属于祈祷 将这些功德回向化解在那 佛弟子应该要做点 可是祈祷 佛门里面金灿佛寺 包括三十七年都是属于祈祷 祈祷 治标不治本 这个要晓得 什么是治本呢 教育是治本 所以我们在交流的时候 交流会上 特别提出来 希望每个宗教都能恢复到教育 把宗教回归到教育 现在社会人对宗教排斥 说宗教是迷信 不能怪他们 他们没有故事 中国古人常说 行之心由不得了 返求助己 我们回过头了 反省反省 我们做得不好 让人家产生误会 别人问 宗教对社会有什么贡献 我们说天天为大家祈福 这是迷信 那不相信有谁 但是我们想到 今天全世界的教育 把人都教坏了 从幼稚圆 到大学研究所 为什么把人教坏了呢 没有能力教育 没有道德教育 没有因果教育 所有教育里头 都没有这些过程 所以我就提议 我们宗教 要走向教育 把这三种教育 补出来 每一个宗教的经典里面 都有非常丰富的 伦理 道德因果 我们能把这些东西 普及 让我们这些 新教的教友们 大家一起来学 弥补 弥补 现在社会教育 不足 现在教育 样样有 缺德了 缺德的教育 所以社会动乱 感到地球灾变 我们把这个德补 我们把这个德补出来 所以说我们做补缺的教育 它确实要叫我们补出来 这样宗教对社会有贡献了 宗教 宗教帮助社会安定 帮助世界和平 帮助众生过幸福美满的生活 这是现代宗教 必须要去做的 祈祷仪式可以保留 但是要以教育为主 这些仪归作为辅导 振足双修 让宗教给社会大众 要生起信心 宗教才有理由存在 如果不走教育这个路子 我是公开给大家讲 我的看法大概三十年 三十年之后 宗教会在这个社会上消失掉 没人相信了 我会 meetings 在这个社会上消失掉 你们买到 没有pos话